诸古以来 随意善弃五谷的人 大多都会遭到劣迹的灾祸 因为百姓以粮食为他们所仰赖的 如果亲戚他 如果亲戚他 这个是对上天的一种侮辱 一种不恭敬 亲之是谢天也就是对上天的不恭敬 所以他的果报就非常的重 他的报应就非常的重 古代的有天子清庚 皇帝亲自到民间参与耕作 那历代圣人都重视稻米 重视荣业 这一切都表示百姓所要使用的米粮非常重视 可是现在的人就将五谷随意的 随便的善弃 或者任意的抛弃在田里内不计收成 或者是在仓库中认起腐烂而不拿出来发放救济 或者是把他投入水火之中 把他烧掉 或者是把他放在地上 随意让人处践踏 或者是只吃那个精美的 而丢弃那个粗糙的 或者因为准备太多 而将剩余的抛弃 或者将煮熟的米 米饭随意烂会 就像昨天电视报导 有几个年轻人去餐厅点饭菜 因为餐厅的生意太好了 这一群人没有耐心 就狂点了七十几样的菜 然后全部都抛弃 吃几口就离开了 当然他也不在乎那个钱 他就把他付钱以后就离开 点了七十几道菜 这就都是这里讲的 随便将煮熟的米饭随意的烂会 或者抛弃 或者是龙作物 还未收后就将其割除 仙山就是先把他割掉 还没有收成就把他割掉了 或者拿这个粮食来饲养灰禽 或者是拿这些粮食来饲养这些家禽 就家里养的这些鸡鸭 或者以俗脉等五谷来喂食牲畜 这些年都太过于暴殲天物 要知道龙乎是在炎热的太阳下 耕种到河 所流的汗水一滴一滴的掉在河桿所种的地上 谁又去了解所吃的盘中的餐食 盘中的食物 每一粒米 每一粒米粮都是辛苦得来的呢 请想一想 在饥荒的连头 每一粒米粮就像珠宝一样珍贵 都像珠宝一样可贵 怎么忍心在丰盛的连头 如果将它轻易的抛弃呢 如果能让大家把农产品当作宝物一样珍惜 那么饥荒凶恶之连 饥荒凶恶之连 是没有理由到来的 好